年前他就聯繫我 他就跟我講說 要不想回家 幾個中國人在裡面洗碗 就跟他們混日子 先做一兩年三年就回去了 我又不知道要怎麼弄 就這樣子開始流浪了 有幾個下船那些的人 有幾個中國人在裡面洗碗 打雜的 那時候摧摧菜的那些 就跟他們混日子 打工再說 先做一兩年三年就回去了 我說怎麼回去啊 想一想怎麼回去呢 我又不知道要怎麼弄 十年前他就聯繫我 他就跟我講說 妹這樣子 我說 我想回家 我聽到他講回家有沒有 就是 當然啊 一個人流浪在外面這樣子 再怎麼樣就是要回家 是辦辦辦辦辦沒有幾個月開始要錢了 我說好沒關係小生給你 我算一算不對啊 一年又一年一又一年我兒子已經五六歲了還幫不成 他在這個十年當中他就一直拜託我幫他辦 姐夫 後來他幫我辦這個事情 他也幫不成 我們台灣大使館不給資料 他說 小生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 因為他沒有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幫工 西班牙人嘛 跟他不知道講什麼 他說明天他說 明天又一路程 我說 我妹妹不知道哪裡認識的這個陳藝品 陳藝品 陳藝品 陳藝品是吧 這個先生 他說大哥啊 我運氣很好我碰到好人 那個很好啊 那個先生他幫我辦你的良民證啊 他說那個先生他說他要幫我辦 真的假的 他說真的 你看我辦了這麼久的時間 他短短的時間就 就可以了 他都對的人 對啊 所以就 就算他講的 我們很多那個坐在工部門上班 他們根本就不願意請聽我們的話 之後陳先生就一直一路上 就是這個12月份我才接觸他 接觸他這樣子 因為我 那也很短耶 十幾天而已 對啊 所以他就一次辦成這樣子 我就說 真的很感謝他這樣子 就把這件事情這樣子 喔 他已經辦好寄過來 對啊 他說三天就到嘛 哇 真的感謝這個人 5 6 5 0 6 4 6 4 5 5 6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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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